非洲第一高楼将在下个月正式启用 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近郊 有一座高达234公尺的摩天大楼 名叫Leonardo 将在下个月正式启用 届时将成为全非洲最高的建筑物 根据彭博社报导 大楼有三层是豪华公寓 另外五层则是商办 同时配有蒙特索利学校 餐厅和客房服务 Legacy Living是一间南非的不动产公司 负责管理Leonardo大楼 该公司的官网提到 测动摩天大楼的设施包括 健身房、spa池、热水池以及空中餐厅 Leonardo不仅是非洲最高的摩天大楼 同时也是一栋综合零售大楼 摩天大楼的总理Adrian Lange 据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提到 大楼里的豪华公寓可全油屋主自行设计 根据彭博社报导Leonardo大楼 超过一半的公寓都可以用于租任房屋 也可以作为单一卧房的饭店 房价一晚约台币一万五千人